哈啰 我是围棋 今天我们要play的地方是苗栗 究竟苗栗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 跟着围棋Let's go 围棋刚刚买了苗栗非常有名的 一口香馅饼 据说这间可是在地非常有名的老店 而且也是苗栗人必吃的点心 那我们来吃看看 今天买的是青葱牛肉口味 它其实蛮小的 不到我的手长大 天哪 会喷汁 吃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 边吃边那个汁就会流出来了 满满的青葱跟肉馅 真的很饱满很扎实 那个皮啊非常的Q非常的弹 配上它们的青葱香跟它那个混着肉香 我觉得很好吃耶 这样一颗要30块 是不怎么便宜啦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而且它真的汁很多 所以真的在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完食啦 因为它们家的馅饼真的 吃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刚刚边吃那个汁就是这样一直滴 一直滴一直流 超多汁的 然后那个肉香混着那个青葱香 再加点淡淡的胡椒香 其实是很让人家很一口接一口 停不下来的口味 就是比较偏重口味 可是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如果有在这附近经过的话 不妨可以买来吃看看 我们现在来到神仙谷 这里是电影赛德克巴莱拍摄的场地喔 听说很美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美 Go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risk if you don't try it anything So I'ma just keep buying everyt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现在这个地方是神仙谷吊桥 存长约150公尺 走过这长长的吊桥之后 就会来到石门步道囉 走 这个步道走起来啊 越为有一点点小小的晃动 走到吊桥的中间啊 右手边就是可以看到 美丽的瀑布 超美的 这水流量其实还蛮大的耶 而且很清澈喔 而且很清澈喔 再往上走就是石门步道囉 但是目前已经是封闭的状态 所以就不能走 就到这边结束了 要往回走 神仙谷拍完啦 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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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苗栗美食 怎能不及待客家美食是吧 所以今天我一起来到这间 也是在地很有名的一间客家面店 叫做福乐面店 我们来吃看看 这是炒板条 这是炒板条 好好吃喔 它们板条非常的Q弹 而且很入味 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可以看它那个豆芽菜啊 很湿润 带着胡椒香气 真的很爽脆 再来吃看看咸猪肉 真的是咸猪肉 有咸到耶 就是如果单吃的话 真的会有点太咸 需要配饭 配主食 蛮软嫩的 外面这一层 它有点点稍微焦焦脆脆的 然后肥肉 虽然看起来很大一片 对不对 可是不会那么的油腻 配上它这个瘦肉 吃起来口感刚刚好 刚刚我们是吃原味 我们现在来蘸一下它们这个醋酸酱 我现在要吃到 它提供这个酱汁了 所以我刚刚啊 我岂不是说 它有点带咸吗 偏咸 那你再让这个酱汁后 它把那个咸的味道啊 会中和掉 吃起来啊 就会 甜味没那么重 然后带着蒜的香气 还蛮好吃的 嗯 对竹笋 对竹笋 这个桂竹笋是我们比较是那种油闷式的 所以它那个油的感觉比较偏重了一点 香气是还蛮浓厚的 然后笋子的本身的那个脆度是有的 可是我觉得甜度到没有那么的足够 所以有点点可惜 因为我记得以前吃过那好吃的桂竹笋 是会带甜味的 它这个比较没有那么的不够的甜味 脆度是还OK 接下来就让维琪慢慢享用咯 今天吃客家菜啊 这么的重口味啊 就是酸的 知道的朋友在留言下面告诉维琪哦 那今天吃完的三样菜啊 维琪觉得对这个 超饭的 印象超深刻 感觉真的很好吃 它那个Q弹的程度 的调味量 让我一起一口尖 下来好吃 这鲜猪肉的表现也不错 至于这个桂竹笋啊 它真的有点太油腻 所以其实没有存在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攻下一家咯 Go 我们现在来到江济旧寺 据说啊 今天也是苗栗一间非常有名的客家老店 我们去世纪念咯 我们现在来尝尝看老店的滋味 我们现在来尝尝看老店的滋味 这馄饨也太厉害了吧 米薄 肉馅很Q弹 而且它的味道调得非常刚刚好 就是不会过咸也不过蛋 非常的滋味 好吃 肉真的好繁雅哦 嗯 汤口啊带着淡淡的油中心的脏气 比较偏清淡的口感 请大家来吃看看肉圆 这肉圆看起来还蛮厉害的耶 它里面有肉 还有它的笋子 而且它里面有好多那种酱汁 感觉就是很入味 这个皮啊很馋 非常的有嚼劲 而这个肉啊 感觉是事先有腌过的那种 带着酱油的香气 蛮好吃的 而且完全不会柴 笋子也好脆哦 这个肉圆其实真的好厉害哦 难怪是七十几年的脑片 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接下来就让我一起听信慢慢享用咯 不得不说啊 能够生存七十几年的店家 真的是有太厉害的地方 这个馄饨每一颗 几乎是外面两颗馄饨的大小 每一颗都是扎实饱满 皮包 泄露那么的弹牙 真的很好吃 而这个肉圆啊 也很令人惊艳 尤其是它里面的肉馅 跟它的酱汁 真的很独特 很好吃 肉一点都不会柴 那么 我觉得有来苗栗的人 一定要来吃吃看哦 今天的苗栗之行就这样结束啦 发现客家菜其实真的还蛮好吃的耶 每样菜都又香又入味 就连我平常不吃的豆腊菜都好好吃哦 是说客家菜真的都这么的重口味吗 都这么的咸吗 欢迎知道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告诉围棋哦 当然啊 如果有任何好吃好玩的星辰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围棋 最后千万不要忘了帮围棋的FB IG YT 通通订阅分享起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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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